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纽交所合规部门将继续评估相关美国总统行政 另对这三家企业及其挂牌交易资格的适用性 消息传出之后 三家中国公司的港股分别大幅反弹7%到8.5% 此前 在纽交所发布摘牌公告后 中国三大运营商的股价曾一度出现下挫 纽交所最新声明也在5日短时间内推涨 本已一路高歌的人民币 创下了30个月以来的新高 纽交所2020年12月31日曾公告称 将依据美国总统川普11月签署的行政令 启动对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三家电信业务运营商的摘牌程序 特朗普总统行政令禁止美国人投资于由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企业 特朗普当时的行政命令指出 中国正在越来越多的利用美国资本去资助其军方 情报机构及其他安全机构 以及促进这些部门的发展及现代化 纽约交易所此前宣布摘牌的声明中 并没有具体说明这三家公司与中国军方有什么关系 除了纽约交易所之外 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香港分别都有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纽交所改口 停止推进中国公司三大摘牌的决定不可思议 但同时也有人认为 其实决定在意料之中 美国OANDA交易公司资深市场分析人黑利说 我怀疑纽交所从最初就不愿意摘牌这三家公司 他们之前仅仅是依照行政令办事 针对行政令的权势改变了 纽交所也迅速改弦更张 目前共有200多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 市值总额高达约2.2万亿美元 很多中国公司选择了在纽约和香港同时上市 有分析人士指出 特朗普总统尽管曾一度以国家安全理由大火力瞄准诸如华为 腾讯 TikTok等中国公司 但是自大选以来似乎没有坚持推进把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市场摘牌的运作 也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 华尔街大体不愿看到美国与中国在金融投资领域脱钩 他们例举过去一段时间中国部分对外开放资本市场 取消外资机构投资额度的限制 立即引发美国金融企业投资中国的热潮 随着特朗普政府任期几进 虽然新一届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尚未完全明朗 但是美国商界人士普遍私下估计 对抗情贸易战方面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缓和 黑利说 这些都是已禁卫生政府的最后动作 中国估计会耐心观望 等待拜登新一届政府在美中关系走向方面给出更清晰的交代 香港GMS资产管理的董事总经理丹尼森也提及美国政府即将换届 他说 摘牌风波显示 到目前为止 那套监管指南几乎没有意义 尤其是在美国政府即将换届之际 不过他认为 拜登不会魔术般的立刻让紧张降温 拜登继承的是中美紧张的立场 他可能不会希望上任前一百天就给人留下一个让步的印象 1月4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被问及摘牌时呼吁美国遵守法制 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滥用国家力量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花荣原党委书记兼董事长赖小民 因贪腐罪被判死刑 中国最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原党委书记兼董事长赖小民 因贪腐罪被判处死刑 这是在习近平反腐八年后出现的一宗震惊世界的腐败大案 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五日宣布了对华融资产公司前董事长赖小民的判决结果 犯出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没收其个人全部资产 赖小民的罪名有受贿 贪污 重婚 赖小民案被中国民间称为中国第一大金融腐败案 他的受费金额高达17.88亿元人民币 在珠海拥有一百多套房产 一百多名情妇 一百多名关系人 中共官媒《北京日报》说 纪检部门在赖小民位于北京某社区的房屋里 发现了多个保险柜 里面存放现金2.7亿元 综重量达三公吨 打破贪官被搜出现金数量的记录 他90多岁的母亲银行账户里 又存款3亿多元 法院在公告中对赖小民所犯罪行的定性 使用了一连串的最强烈词语 称他受贿犯罪数额特别巨大 情节特别严重 主观恶性极深 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社会危害极大 中共官媒新华社说 在赖小民的22期受贿罪行中 有三起受贿金额高达2亿元 4亿元和6亿元 另有六级受贿金额在4000万元以上 法院公告还特别指出 虽然赖小民有重大力功表现 但综合其犯罪事实 性质 情节和危害 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 反腐运动被中共宣传机器说成是习近平 在2012年上台后取得了一项标志性政绩 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共极权体制下 腐败丛生引起广大民众的愤怒 习近平反腐 因而也得到了普通老百姓的支持 但是 人们发现 习近平的反腐具有明显的选择性 他经常被用作打击一击 和压制异议声音的一个重要手段 如果谁触怒了习近平 那么习近平就用反腐把他关起来 中国国企华远集团原董事长任志强 曾发言严厉批评习近平专制 但法庭去年却以贪腐判处任志强有期徒刑18年 中共原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市委书记包希来 因党内斗争失败被抓 但法庭却以受贿贪污罪判处他无期徒刑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华盛顿启动国民警卫队 应对川普支持者大游行期间发生的暴力 美国首都华盛顿启动了国民警卫队 以应对未来两天抗议示威期间可能发生暴力 川普总统的支持者计划在1月6日国会 就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 进行认证的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 为特朗普声称大选中出现大范围选举 务必表达支持 华盛顿各方正严正以待 以确保抗议活动安全 和平的进行 目前 已有多个团体申请参与1月6日的抗议示威活动 其中包括女性支持美国优先 80%联盟 沉默的大多数 为特朗普游行等 根据申请记录 抗议活动的地点包括自由广场 华盛顿纪念碑 总统公园的椭圆形草坪以及国会大厦附近 80%联盟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抗议人数预计将达到100万人 特朗普总统曾多次在推特上鼓励他的支持者参与这场抗议活动 称这将是一场非常盛大和狂热的游行 华盛顿特区市长穆里尔豹泽三日发表声明称 特区国土安全和应急管理署以及特区警察局 将从4日起 与市紧急行动中心合作 为6日的抗议活动做准备 特区各机构还将与联邦机构协作 确保居民和商业的安全 豹泽市长说 我要求华盛顿人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在星期二和星期三远离市中心 不要与来我们城市寻求对峙的示威者接触 我们将尽我们所能确保所有参加者保持和平 他同时提醒公众和前来参加游行的人 华盛顿特区的法律禁止在抗议示威活动区1000英尺范围内携带枪支 同时 根据联邦法律 在美国国会大厦和自由广场 国家广场等国家公园服务区内携带枪支是违法的 华盛顿特区已在几个主要的集会地点设立了禁止持枪的标示 此外 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 华盛顿特区在1月5日至1月7日将关闭部分街道 并将一些区域列为紧急禁止停车区 尽管各级执法机构未详细说明其安保策略 但他们表示已做好准备 美国国会警察在声明中说 他们已经制定了全面的安全计划 并将持续监控和评估新出现的威胁 美国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地区办公室也发表声明称 联邦调查局尊重个人和平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但会与地方 周级联邦执法部门合作 逮捕从事构成联邦罪或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暴力和犯罪活动的个人 联邦调查局同时提醒民众对周遭环境保持警惕 向执法部门报告任何可疑的行为 华盛顿特区警察局长罗伯特康提三世表示 警察部门已准备好协助和平抗议 但不会容忍暴力 由于自去年夏天以来 华盛顿特区的多场抗议活动中都出现了暴力冲突 当地商家这一次早早采取了预防措施 一些华盛顿市中心的商店和办公楼封闭了门窗 位于市区的哈林顿酒店和哈里酒吧宣布将在本周歇业 他们是富有争议的右翼组织骄傲男孩经常光顾的地方 骄傲男孩的一位领导人此前表示 他们将隐身参与1月6日的抗议活动 华盛顿特区历史悠久的黑人教堂阿斯伯里联合卫理工会 已要求特区警察加强在其附近的监视巡逻 在上个月的抗议活动中 该教会所悬挂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其制被骄傲男孩的成员盗走并烧毁 一些华盛顿周边地区的官员也呼吁当地民众 不要在本周前往华盛顿特区举行反抗议 避免跟抗议者爆发暴力冲突 特朗普总统4日再度发推质疑选举结果 并又一次提到了6日的抗议 他在推文中说 你将在我今晚的演讲中看到真实的数字 但你尤其会在1月6日看到 第四个新闻事件事实为前往武汉调查病毒源头前夕 王毅在发甩锅言论 新冠病毒肺炎在中国武汉首先被发现已有一年 病毒的起源至今没有定论 世界卫生组织12月中旬宣布 将在今年1月派遣专家组前往中国进行病毒源头调查 就在世卫组织计划前往中国展开源头调查的前夕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 近日接受中国两个主要官媒采访时称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疫情很可能使全球多的多点爆发 王毅的话被认为是给世卫组织即将开始的有关 新冠病毒源头国际调查定调 批评人士担心 考虑到中国对世卫组织的影响力 这项调查将是一种粉饰 中国外交部网站和新华网2刊发 王毅接受中国新华社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采访的消息 王毅在采访中说的上述这番话 王毅没有说明上述结论出自哪些研究机构 以及哪些科学家参与的研究等方面的信息 王毅还概括了中国对全球抗击疫情的支持 上述网站的这条消息都没有说王毅接受采访的具体日期 稍早 美国国家副安全顾问博明 指出 关于冠状病毒起源最可信的理论是 他是从中国的一个实验室逃出来的 英国每日邮报三日报道 博明上星期再一次zoom视频会上告诉与会者 就连中国领导人现在也公开承认 他们之前关于病毒起源与武汉市场的说法是虚假的 博明是2020年1月最早是警武汉肺炎病毒起源的白宫官员之一 自疫情爆发以来 他强烈怀疑病毒源于中国实验室 据纽约时报去年4月报道 博明还命令美国情报机构找寻证据 博明表示 最新的情报表明病毒是从距离市场11英里 保密程度非常高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 他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实验室可能是最可靠的病毒来源 北京拒绝记者参观该实验室 只会增加人们对这座实验室是疫情爆发原点的怀疑 武汉是已知最早爆发新冠病毒肺炎的地方 一般认为 全球性病毒大流行就是从武汉蔓延出去的 中国对国际上有关派专家 要求到武汉调查病毒来源的声音高度警惕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坚决反对国际调查 中国担心武汉如果被认定是新冠病毒的源头 将会导致世界各国向中国追责的严重后果 去年3月开始 在未经任何调查的情况下 中国开始将新冠病毒的源头 甩锅给其他国家 王毅的上述言论 被认为是中国官方将新冠病毒源头外推的最新一例 而以知最早的甩锅言论 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去年3月的一条推文 称是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 并称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中国还将病毒源头甩给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冷链产品 美联社报道 美联社获得的中共内部文件披露了中国政府 如何在最高领导人的命令下 严格控制对新冠病毒起源的所有研究 同时大力宣扬病毒来自中国境外 第五个新闻事件是多国加快接种疫苗 英国实行更严格的封锁措施 在英国开始为医护人员和老年人接种疫苗的同时 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次日宣布了新一轮封锁措施 关闭学校和非必需的店铺 首相约翰逊说 至少在2月中旬之前 人们必须待在家里 他提到 英国的医院目前承受的压力 比这场大流行病期间的任何时候都要大 如果疫苗项目的推出继续取得成功的话 如果疫苗生效后死亡人数开始下降 关键的是 如果每个人都通过遵守规定来尽自己的职责 那么我希望我们能够稳步走出封锁 在做出这个宣布的几天前 英国卫生官员确认了一种冠状病毒的变种 医生说 这种变种的传染性比最初的病毒大得多 而在美国纽约 州长安德鲁库默4日说 在疫苗年龄比较大 最近没有已知旅行的纽约州居民身上 已证实有同样的病毒变种 在加利福利亚州 科罗拉多州和佛罗里达州 以及其他30多个国家 都已经发现了这个称为A117的新冠病毒变种 4日 阿斯利康公司研发的第一批新冠病毒疫苗开始在英国接种 牛津的丘吉尔医院里的一位82岁的透气病人是第一个接种这个疫苗的人 英国官员表示 已有50万剂的这种疫苗已经投入使用 阿斯利康公司的疫苗比辉瑞、生物新技术公司的疫苗便宜 也更容易运输 因为它不需要在极低温下保存 很多英国和美国的医护人员已经接种了辉瑞公司的疫苗 接种辉瑞、生物新技术公司疫苗的 法国在面对公众的批评后于4日承诺 将加快为医护人员接种疫苗的速度 3日 印度批准了英国正在使用的阿斯利康疫苗的解极使用 印度还批准了一种印度研制的疫苗用于紧急用途 但一些医学专家对匆忙批准国产疫苗表示担忧 在过去24小时内 印度新增了超过1.65万个新冠病毒疾病感染病例 印度的新冠病毒病例数量仅次于美国 跟踪全球大流行病的约翰或普金斯冠状病毒资源中心显示 印度有1030万个感染病例 美国有2060万例 在俄罗斯 卫生部长米哈伊尔穆拉什科说 80多万人接种了国内生产的卫星5号疫苗 150万剂疫苗已分发到全国各地 俄罗斯的总人口为1.47亿 克里姆林宫把希望寄托在大规模接种疫苗上 而不是全国范围的防疫限制措施上 希望疫苗接种能够阻止病毒的传播 并拯救陷入困境的经济 使其免受新一轮封锁的冲击 约翰或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 自2019年12月新冠病毒在中国武汉出现以来 它在全球已造成180多万人死亡 专家们担心最糟糕的情况还没有到来 他们预测 在数周的假日聚会之后 病例和死亡人数将急剧上升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